你的表现不错 乐成 在抓捕你的过程中 你明知道警察已经盯上了你 你却没有汽车逃跑 没有劫持人质保护自己的安全 下面你要做的 就是老实交代 这个时候了 我在康也没用了 昨天晚上的事 是我和情况干的 钱在情况哪儿 多少钱 差两千 二十五 你胆都不小啊 两把假枪亮出一把就敢抢钱 谁的主意 罗成的主意 罗成的主意 你确定吗 到底谁的主意 真是罗成的主意 我问你 你为什么会想到买枪作案呢 我们之所以准备两支假枪 是听了那个案子 所以我就想模仿他们 等等 你说清楚你想模仿谁 啊 就是你们一直没破的那个案子 不是说有个罪犯吗 特别厉害 把警察都打死了 枪也抢走了 来无影去无踪的 老百姓听了 都害怕 我们就想 我们模仿他们作案 你们侦查的时候 肯定会先想到他们 不会怀疑到我们 我告诉你 这叫什么 这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老令 打仗他们可是又抓了一个 来 过来 要不说 咱早点申请去广州吧 宋志勇这块料 不难硬的 怕是不行的 再等等吧 他已经动摇了 我相信 自首啊 是早晚的事 你真认为 靠两张嘴皮子 就能说不他自首啊 差不多吧 我都不天天在等他电话吗 通过我们公安机关 做思想工作啊 说不嫌疑人自首的 是不少 可是 宋志勇这个情况 他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啊 你看 一般我们说不嫌疑人自首的 那都是和家人朋友有联系的 他们也都信任自己的家人朋友 我们的政策 是要通过他们的家人朋友 准确的传达过去 可是宋志勇这个人 自从逃走以后 和家人朋友都没有来往啊 你想说不他自首 难 你说得也有一定道理啊 但是 宋志勇这个个案呢 不是我能说服他 而是他自己害怕 这就好办 他害怕啥 当然不是害怕我老丁了 清网行动 全国宣传力度那么大 他不可能不受到震慑 再说了 上次他那个电话 已经流露出了动摇的意思了 咱们呢 只要稍微再加点耐心 尽量争取说服他自首 啊 喂 你好 我是老丁 呃 我是宋志勇 你 你说你是谁 他说他是宋志勇 已经回来了 还约咱在这儿和他见面 不是 不会是有人耍我们吧 喂 他的声音我熟 跟前几天那个电话声一样 然后菜说 谁会和咱们公安机关 开这个玩笑 那你说 那他怎么还不露面呢 这几 寄来之责按钮 我都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会刺 他把尸几二十分钟 不算是 那我问你 他要是临时后悔了 改变族裔怎么办呢 应该不会吧 哎呦 但愿吧 红队 红队 糟了没有 罗城本配合啊 为什么说什么 不过这案子跟七零九案没有关系啊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听许队的 把这案子转给分居刑警队呢 咱们这忙活了半天 最后 就弄出两把假枪了 您拨到的用户可以关机 请稍后再拨 关机 我真不希望被你这个乌鸦子说转 老爹 你看对面那人是不是一直在看着我呢 要说宋志勇比你也大不了了 是 可我看那人 有七十了 估计是我太敏感了吧 别 他都不 有七 我感觉那人就是你 他这些年在外面生活条件不好 心里边有灰热血私下包 我年轻的 那咱过去看看 走 走慢点 他心里有点矛盾 别吓死 他要是逃跑了怎么办 他要跑 咱就抓住 他不跑的最好 估计他不会跑 你好 我是老爹 你是宋志勇吧 要是我估计的没错的话 你应该就是宋志勇 我是宋志勇 我是回来自首 欢迎你回来自首 这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全变了 可不 别说你出去二十九年了 就是最近出去三五年的人 回来都说咱东环变化太大了 走吧 我能寄个要求吗 说 我想吃完 倒小面 吃完了 我跟你们去太厕所 行吗 行 没问题 你这个要求不算高 我一定满足你这个要求 谢谢 咱现在就去吃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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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情况 你什么情况 怎么了 红队的意思是说 你最近的雄性荷尔蒙 以前少了 是这意思 红队 就这意思 你觉得男性荷尔蒙少了 我多 不是一个七零九万就够我受的了 其他的事 快再说 弄的压力真大了 你行不行 不行 虽然上 咱中安队 肥水不流外人田 就是 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田 哎 说你呢 我怎么了 没有 我刚才问沈小 我问你行不行 不行虽然上 你这么好自缘不能留身了 洪队长 你就别闹我开拳了 没拿你开拳 其实我也有这意思 美方你说 我和沈小之间 你要选择一个的话 你会选择谁呢 泽然 你这还怎么了 我平时看你挺踏实的 你怎么跟他们俩一样油腔滑掉的 泽然我一说 你要真心想啊 那什么你就啊 再攻击竞争了对不对 打住赶紧吃饭 喂我许业哪位 我现在就在公安局门口 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们汇报 好 看着等我我们马上就到啊 走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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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警官 你们赶快把黄冠抓起来吧 他就是杀害朱一鸣的凶手 别着急 有什么情况咱们当事说好吧 走 请 来喝杯水 来 为什么怀疑你丈夫是杀害朱一鸣的凶手 他手上有枪 你看到我 没看到 这是我猜出来的 没看到过你怎么能猜测他用枪 而且你只认他是杀害朱一鸣的凶手 你的凭据是什么 他最近几天呀 总在那网上像着陋磨似的查各种各样的手枪信息 而且还研究枪的使用方法 你说他要是没有枪 一个正常人整天琢磨这些干什么呀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这只能证明 你丈夫对枪有兴趣 不能证明他拥有枪支 更不能证明他是杀害朱一鸣的凶手 我想起一个事来 我记得 朱一鸣有枪 我怀疑现在 这把枪就在皇冠的手上 是他杀死了朱一鸣 然后带走了这把枪 你确定朱一鸣有枪 对 这么重要的线索你原来没有反应过啊 我当时没在意 你是怎么发现朱一鸣的枪了 是这样的 在朱一鸣事发前不久 在他的出租屋有一天我给他收拾东西 发现他那夸包里有把枪 我当时就问他了 可他跟我说那是把玩具手枪 当时我就没有多想就没在意 要不是皇冠这几天 再往上擦手枪 我早就把这事忘了 皇冠呀 快恨死朱一鸣和我了 自从你们调查出他出差的时间后 他每天就得意洋洋的 我就总觉得朱一鸣就是皇冠杀死的 他杀死了朱一鸣 可能这枪就是他带走的 你反映的这些情况 不要跟任何人说 我们会调查的啊 那你们可得尽快的调查清楚啊 你们不知道和一个杀人凶手 整天在一个屋檐下 你们知道有多可怕 太恐怖太吓人了 啊 他他还说 他说要杀了我 这下一个目标他一定是我 肯定是我 肯定会杀我的 你别紧张 皇冠是不是杀害朱一鸣的凶手 我们调查过 他没有作案时间 那这那这也不能排除 他请人动手啊 我告诉你们吧 皇冠这个人最功于心计 有件事 我都不好意思说 有一次他说要出差 那火车票都让我看到了 结果 人家根本就是虚晃一枪 后来 把朱玉鸣和我 堵在了屋里 你和朱玉鸣交往多少时间了 四年左右吧 你听他提到过春哥这个名了吗 春哥不知道 从来没听说过 你们上次不是问过我了吗 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 你可以回去了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认真地核实 你放心吧 行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 嗯 你觉得皇冠这个人怎么样 上次调查 朱玉鸣死亡时 皇冠出差 有不在场的证明 所以排除了对他的嫌疑 现在看来 这个人身上 确实有疑点 是啊 皇冠反映说 朱玉鸣曾经和一个叫春哥的人在一起 可是我们调查了这么多人 包括 朱玉鸣的亲属 朋友 甚至连沈念红这样跟他关系密切的人 都没有听到过这个人 那到底是真有这个人呢 还是这个人是皇冠虚构出来的 按个手印 宋志勇啊 你能够主动回来投案自首 我很高兴啊 这次全国的亲往行动 我们的政策呢 大概你也很清楚 你已经具备了从轻触发的条件 明天呢 我们啊 就要把你送到拘留所去了 在那你就耐心的等待 法院什么时候开庭 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 谢谢 其实你这个事啊也很特殊 现在看来也不是什么药案 可 可你再逃的时间也确实待长了 啊 那时候不是害怕吗 我一时糊涂 就走上了这条路 你这可不是一时糊涂啊 你是糊涂了二十九年啊 你听说过有多少犯了罪的人 最终能逃脱法瓦 我这人啊 我这人啊 一辈子就是一辈稀里糊涂的账啊 现在后悔 也就这样了 都六十多岁的人了 还能有啥笨头啊 我能去见见我儿子吗 是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办 好再见 哎 老兵 分局已经同意会见 但是得保证安全 明白 宋志勇现在都已经六十多岁了 你现在就是让他再跑 估计他也不想跑了 那也不能掉以轻心 放心 那我这就安排你了 嗯 好 难道你们真的对破案没有悉心了吗 啊 董事长你说 709案发以后啊 我们中安队对有关枪支的线索高度重视 经过侦查侦破了一些跟枪有关 但是跟709案没有直接关系的刑事案件 应该说 709案目前还是我们的一道难题 我承认 难度肯定是有的 现在的犯罪分子 呈现一个整体趋势 那就是智商是越来越高 对我们公安部门 侦查思路和侦查手段是越来越了解 但是 那可不是我们士气低落的理由啊 目前 这个案子陷入了僵局 我们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才行 大家看 这个突破口应该在什么地方 709案发生以后 我们对所有的射枪线索进行了摸牌 发现只有西环枪击案跟它有直接的关系 刘望运枪击案 目前也只能是一次同意火人所 所以我认为 重要的突破口 还是应该放在西环枪击案的线索上 西环枪击案有一辆被查实的事案摩托车 摩托车的实际使用人 朱一鸣在火灾中死的 这个案子就变成了无头案 怎么着啊 是啊 朱一鸣的情敌皇冠 一度被我们列为侦查的目标 但是他又没有作案的时间 嫌疑不是被解除了吗 哎呀丁叔 我真的谢谢你们 我没有必要去跟他见这个面 是吧 谢谢啊 麻烦你们也转告他一声 既然他不负责任的跑了29年 他现在就应该接受这个结果 对不对 先别慢走来来来来 上了上了 怎么都不说话呀 案子暂时没有进展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士气不能低落呀 今天朱一鸣的相好 向我和徐一反映了一个新情况 他说曾经看到过朱一鸣 拥有一把手枪 但当时朱一鸣解释说 是玩具手枪 手枪的真假现在还不清楚 奇怪的是 是皇冠 是皇冠现在每天都在琢磨 手枪的使用方法 他怀疑是自己的丈夫 因为感情纠割 杀了朱一鸣 并且拿到了这把手枪 联想到朱一鸣曾经拥有过一个假的身份证 并且用假身份证租房子 这里面只怕还有很多我们没有了解的新情况 这个皇冠倒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物 他的电脑里下载了很多杀人的方法 以及怎么样逃避我们公安机关打击的文章 现在要装起手枪来了 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被解除嫌疑的人 如果我们发现了新的疑点 照样可以怀疑 以前呢我们有个案子 矿定了嫌疑人以后 因为证据不足 收了放放了收 前前后后折腾了我们两年多的时间 最后还是借助于心理测试仪的帮助 才攻破了嫌疑人的心理风险 杨局 我们能不能 对这个皇冠上一次心理测试仪啊 如果有必要可以上 仪器好办 省天就现成的打个电话就会送过来 而且我在公安大学受过培训 问题是你要有上仪器的理由啊 皇冠身上有两个疑点 第一 他的电脑里有一篇杀人的文章 朱一鸣丧命的活在现场 简直就是这篇文章的翻版 当然了 皇冠解释说 这篇文章它是在网上下载的 我们也确实在网上找到了这篇文章的出处 但是我们不能确定的是 皇冠是否实施了这篇文章所传授的方法 因为皇冠没有作案时间 我们排除了他的嫌疑 但是皇冠没有直接实施 不能保证他没有帮手 第二个疑点 皇冠曾经向我们反映过 朱一鸣在出事的前几天的一个晚上 他曾经和一个叫春歌的朋友在一起 并且涉及到了富贵险中求之类的话 经过我们的调查 朱一鸣的亲属朋友 甚至和他保持了四年交往的相好 都证明他的身边没有一个叫春歌的朋友 我们到现在不能确认是否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是皇冠故意虚构的 目的是为了转移我们的真场视线的人 那么怎么你说皇冠的嫌疑不存在了 他身上的疑点一直存在 只是没办法验证 前一段时间事情有多 真是方式 高队长 你觉得有用心理测试仪的必要吗 朱一鸣死不对证 对皇冠上心理测试仪 倒是省时省力 那就上 朱一鸣的摩托车 出现在西环枪击案的逃离现场 希望709案能从这里找到头破口 孙志军啊 你爸和我年龄差不多 我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 不就是见个面了 你就不要再计较他二十九年前那一走了之的行为了 他自己现在也很后悔啊 可这个事呢 已经发生了 没法重新改变了 听说 我知道 你是好人 你理解他的心情 可你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吗 理解理解我理解 这个事是很突然 在你八九岁到成年之前 最需要父亲关爱的时候 你怕对你的亲情是缺失的 我能理解你对他的失望和怨恨 我是怨恨的 我真的恨的 你说 我这个人的命 咋这么不好呢 他当年要是像个男人一样把这个事担当起来 对家庭稍微负一点点责任 我妈还会 改嫁一次 我随着我那后爸改一次性吗 别人还会骂我是野杂种吗 我会到十四五岁 连学都上不了 走上社会去给人卖苦力吗 知道知道 我知道 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受了不少委屈 你能走到今天 能支撑起这么个完整的家庭 确实是吃了很多的苦 你爸呀 当年是一步错步步错 错了就没有回头路了 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今天 既然他已经做错了 咱们就该宽容一些 礼节性的去见个面 让他安安心心的等待着法院的判决 就算是配合我们公安机关工作 你看行不行 丁叔 你说的很好 好多事 事已不错不补错 到最后错了怎么办呢 开工没有回头见 到最后只能将错就错 我八岁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了 现在都快三十年了 你就突然给我一个父亲 我这心里接受不了啊 我已经习惯这种没有爸的日子了 法院怎么判他 是他自己的事 他能不能安心接受法院的判决 那也是他自己的事 跟我没有关系 吃饭时间到了 你们二位就随便在这吃点吧 谢了谢了 我们在派所吃过了 你先别一口气血了 再想一想 考虑考虑 好不好 你先别一口气血了 你先别一口气血了 听说真是不好意思 又让你们失望了 这事也不能勉强 晚上啊 你再劝劝好好说说 老头年纪也大了 就算是可怜他 去见了面满足一下他的心愿 老孙一旦是定了主意 这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回头我再试试看吧 就怕没笑过 也不见得 也许是 怕拉不下脸来 也许是 怕见了面 没话说 是是 好吧 好 做做工作 好吧 回吧 老顶 我看孙志兴也很种倔道 咱好话说了一箩筐 就是不愿意借他老爸 冰冻三只非一日之寒 二十九年的父子哥哥 哪能那么清晰化解了 要我说 咱也够人之一净了 实在不愿意那咱也没办法不是 就跟宋志勇说明得了 不急啊 他父亲明天中午才办手续转拘留所 先别跟他说啊 嘿 要我说老弟啊 我觉得你啊倒不像是警察 倒不像是剧委会老大爷 哈哈哈哈 你还别说 改天我去剧委会问一下 看他们需要不需要人 明年我就退休了 我肯定能找到我新的舞台呢 哈哈哈哈 今天上午二九不来电话了 嗯 小龙上学的时候怎么样 二九说有希望 就是让咱们把钱准备好 嗯 爸我有学上不用上重点东西 说什么呢 我这找人托人排队 好不容易排到了 你说不去就不去 可咱们家也没那么多钱啊 哎呀 钱的事你不用管了 前两天啊 广东的朋友 还有以前的工友 让我过去给他们帮忙 你要去广东吗 嗯 我听他们说啊 那边一个月可以挣到四五千块 我算了一下 比在这边强 我打算啊 先去干上个两三年吧 哎 你躲什么躲 我又不打你不骂你 爸 我学习不好 对不起你 知道就行 咱们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你以后啊 你以后啊 要想有出息 就得把成绩搞上去 考个好大学 好专业知道吗 就是 现在考上个普通大学 出来都找不上工作 小龙 刚才说你爷爷的事 你都听到了吧 嗯 嗯 当年 你爸我只有八岁了 有个爸跟没爸一样 要不然 咱们家现在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你爷爷当年 对我没负起责任 我对你啊 不会不负责任的 所以啊 上学的事 你就不要乱想了啊 我就是跟你妈省吃俭用 也会给你创造个好条件的 但是你自己啊 得有点压力 这样才会有动力 知道吗 爸 我以后再也不会贪玩了 你要是再贪玩 我们也没办法 我和你爸辛辛苦苦 一年才能挣几个钱啊 哎 你上了初中 要踏踏实实的学习 学习要靠自觉性 知不知道 嗯 你说 你成绩稍微好一点 哎 多考个三四分 咱那钱是不是省下来了 对人家有钱人来说啊 也就是少吃个饭 哎 少买个包 可对咱们呢 哎 完了 我不说了 过两天 我去广东 嗯 我不在家 你要像个男子哈 啊 听你妈的话 别光想着玩 啊 嗯 哎 你妈说的技术都没有 技术了 行 快吃饭吧 快吃 我儿子 是不是不想和我见面啊 不瞒你说 他是有些抵触情绪 你放心 我明天早上上班前再去一趟 我离家出道时 我儿子才八岁啊 二十九年了 二十九年 他是自己长大成人的呀 他 勒 他 有急 他 在 我 我对不起他呀 啊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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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在干嘛呢 干嘛呢 你啊 这不是老百姓俗话说的测谎仪吗 你们觉得这玩意管用吗 杨局长不是说前两年就用他破案了吗 我跟你们说 这个仪器最早是美国人发明的 这使用心理测试仪 它取得更好笑 首先要进行的是 犯罪心理 痕迹动弹分性 其次要编码测试题 这高科技我也没用过 你不上过公安大学 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 没有啊 什么叫国际的 什么例子 那新闻人都这么说 你也有惹 你是不是也有惹 我没 你也有惹 怎么了 这要问嫌疑人问题呢 提什么问题你参与进来啊 行 你别主 设计目标问题和陪真问题你在行 到时候我把人叫来 争取让他配合 我怎么看你心不在焉啊 没有啊 网上怎么说的 啊 这儿 心理测试仪 是一种生理参数综合测试的设备 犯罪心理测试主要是测量人的条件反射 心理矛盾和恐惧的心理 在测量参数上主要选择 不易受大脑意识控制 而又能表征出人心理反应的生理指标 一般选择皮肤电反应呼吸波和脉波波三项参数 你看看这儿虽然不懂就往上查 你得学着点 我在电视上也见过 就是一个人浑身插满那个电线是吧 传感器 对 哦传感器真专业我懂了 别以为我平时上网就购物了 杨局长刚说新鲜词的时候我就用手机查了 其实他的原理 行行行行行行行 原理我们自己搜啊 哎 哎我告 我告你以后你别问我 我问就不问了怎么呢 你可和原来不一样了啊 过去咱们哥仨住在一个宿舍里面 你什么话不说啊 挂挂挂挂 你到底什么情况 你跟吴颖的关系处理好了没有啊 没什么事啊 我不是都说了吗 我们俩的事解决了 还要造成你啊 打听别人的隐私可不太好 少废话 我吃饱了撑的 别人是我才懒得搭理的 要我说啊 你家里面的事情根本就没有解决好 当然了这是你个人的私事 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们说呢 我们也能理解 这两口子嘛 有的时候闹一闹也很正常 我跟我媳妇就闹过两次离婚 现在不是过得也很好吗 这过日子 有多点宽容 多点耐心啊 行了 别做目我的事啊 哎 你们不是要提问题吗 这问吴颖说没问题 问他也没问题 你俩明明就是有问题 何而不够拿我们当朋友了是吧 哎 在这点上你跟吴颖倒真是一家人 哎 对那个 你看你们看啊 这是关于皇冠的所有的文化记录 哎 我们是只针对 朱一鸣火灾死亡案发问呢 还是对709案所有的犯罪记录也提问题呢 啊 我干你 这高林的仪器没到 要到第一个先给你用 看看你跟吴颖神 到底问题解决了没有 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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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